是 這代騎士鷹叫做Brabus Mybach 57S 因為是經過Brabus的改造 那但是這個車有點來歷 就是2006的車 然後這是Brabus公司的創辦人的車 所以這個車其實是獻給創辦人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車 它的名字的名牌特別的珍貴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機能夠來到臺灣 而且現在是留在臺灣 對 創辦人2018年過世 那大概臺灣有買家 非常喜歡這個品牌 所以它就有機會把它從手上買過來 當然我覺得Brabus家族裡面 應該有很多個車型 可能這個是比較後期的車子 所以還好 所以我們有緣 可以在臺灣看到這個Brabus Mybach 57S 但講到Brabus Mybach 57S 我們要了解一下 這台車是怎麼產生的 小葉哥 其實當時算是各品牌搶當一哥 才有的佈局對不對 其實這個故事 真的說起來非常長 我覺得可以泡一五槽 我們可以慢慢聊 但是我知道時間不太夠 我趕快快速說一下 因為那個時候 在這個1990年 接近2000年那個前後時期 那福斯跟B&W分別 因為為了爭奪這個 這個集團 這個英國品牌 賓利跟羅斯萊斯的 這個品牌的擁有權 那時候福斯拿到了B&W 那B&W拿到了羅斯萊斯 那在2002年的那時候 兩個品牌會同時操作這個新的產品出來 那賓士怎麼辦 對 那時候賓士想說 哇 這個德系我是老大啊 怎麼可以讓這個老二老三 去搶著我的風采呢 所以他在1999年那時候 就決定推出用這個Mybach這個產品 來跟這其他兩個品牌競爭 所以就推出了這個 以這個那個時期的S-Class的平台為基礎 所研發出來的Mybach 那為了這個更高等級的車型 那其實花了非常好幾年的時間 去做測試之後 才出現了這一個型號的這個Mybach 你看喔 Mybach本身我們都已經知道 它是什麼樣的等級跟地位 然後再加上B&W 所以我們講牆中之牆 對對不對 那端出的這一台車 又被B&W的創辦人 自己都忍不住 想要擁有一台 是的 那真的 所以我們要提一下 B&W厲害的是動力科技 那這個車將原來六百多匹的馬力 一致升級到七百三 極速在意大利正式的NATO賽道 測試到三百三十極速 所以說你車主買了來行動高鐵 好我們來看一下引擎 就是頂級奢華巨獸 我們用這樣子來形容它 其實確實啦 以它的升量來看 它確實也很有分量感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你看整個車頭的這種 從現在來看 當你看到這顆引擎 你有沒有覺得是藝術品 對啊 原先是這個原廠六千CC 它擴缸 甚至做了這個活塞 連桿 相關的引擎基建的一些升級 所以把馬力炸到這個七百三 所以是很驚人的 然後急速當然 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鋼速代表財富 急速也代表財富 所以嚴格來講 就是你能突破三百 能夠突破多少 就代表你的財富到哪一個水準 所以新車廠 我問過保時捷 就說你們做這個有兩百五限速 兩百八限速 三百限速 三百以上的 他說那個就是價錢的差別 還有你的國家 你的環境能不能開到三百 你選的國家不太能開三百 那你買兩百五的就好 所以是一個相對應的東西 那現在來看 V12真的很難得 我們也看到這些配置 甚至有金色的名牌 對啊 就在中間這裡 對 其實相當誘人 所以這個整個的 應該說V12的這些科技 跟這個 還有我剛剛順便查了一下 這個麥爸盒 比較後面的這個 所以只有麥爸盒 還沒有Brabus 11年在美國 比較低的配備 是二十四萬美金 然後低里程 九百公里 保存版是五十五萬美金 是證明了 就是說這些車子本來大排量 可能在市場上 可能不受歡迎 但是現在在收藏家 在這個電車時代 這個價錢 有逐漸上揚的趨勢 因為大家真是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往回頭找 有些車 他也許保存的狀況 不是特別好了 對不對 那所以能夠真正的 讓人家覺得想收藏的 其實我覺得還是相對 比較稀有的 是的 那我們繼續再來看 一般麥爸盒是 麥爸盒的標 因為經過Brabus改造 所以改成Brabus的車標 再來是我們看側邊 他有氣壓懸吊原廠的 所以他有點暢冷 對 他有可以降1.5公分 再來是這個前後都是 二十一吋的配置 而且是雙卡鉗 對雙卡鉗 這個也很難得 因為要跑三百三 要刷得下來 對 雙卡鉗很必要 前275後315 其實是很寬的胎 配上Brabus 出的輪圈也很有名 一起搭配 所以是二十一吋的 你看這個名牌 對這個名牌 Brabus的名牌 然後再來是我們是欣賞這個 因為外觀就是 麥爸盒的標準外觀 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非常長的車身 然後浮衣就是鍍鉗鍵 所以證明了鍍鉗鍵 現在這個Luxury Class中 是一個必要 我們從後座打開一下 看一下 這個還是很漂亮的 你看他幾乎 可以90度的開口 Brabus 麥爸盒的這個門檻 可以進來 然後再來是 Carbon跟Archentera皮 這些東西 所以在他車上 也是有很多Carbon的元素 是 沒錯 這是一個選配 而且我剛剛就想說 一開門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了 你看這裡 對 這是一個 這是可以打開的嗎 對 這是一個收納空間 大家猜一猜裡面是什麼 在車門邊 把它拿出來一下 是耳機 這是麥爸盒的這個 當年的這個影音配備的耳機 你看上面有麥爸盒的 而且還是有線版本 現在都是無線時代了 但這幾年 有線耳機又回來了 你去看那個Instagram上面 所有的網紅明星 明星啊 什麼都戴有線耳機 這樣子帥 是一個新的潮流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另外再來看一下 那旁邊這裡一樣是可以打開的 對 沒錯 就是很豐富的置物空間 對 這可能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或者是女士的耳環 是 或者是小東西 都特別好 然後你看到這個記憶功能 你看到 它的這些尊貴的設計 那艾迪哥我們要不要就乾脆 好 我們就進到車內 好 進到後座 觀眾朋友 這台車上面 我為什麽剛剛說 所有的達人朋友們 即使試車這麽多 都覺得大開眼界 因為他真的有我從來沒看過的東西 來跟著我 好 後座買家 你想哎呀 你們也看過那麽多了 我知道了 怎麽椅子很舒服啊 然後可以怎麽樣享受啊 中間可能有冰箱啊 但我跟妳講 妳有看過後座有三環錶的嗎 來 往上看 我真的驚呆了 對 這個 這個錶非常像那個 所謂飛機時代的儀錶 是 那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交通工具 最昂貴的就是飛機 所以汽車如果有一些飛機的裝飾 我們先看有三個錶 它的左邊就是 急速到320的這個速度錶 中間是時鐘 是 右邊都是就是這個溫度 所以其實這個儀錶的配置跟指針 都非常像飛機式的規劃 再來是它這個燈 你看這個所謂間接照明的小燈 它真的有好多別的車上面 我從未見到過的東西 它這個小燈 B柱跟C柱都有 就是做氣氛燈的概念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 這個天篷有一些小的LED燈 那它用這些小燈來做裝飾 你看B柱上面 它的出風口都做得特別精緻 對 沒錯 然後一樣有個掛鉤 然後旁邊的三個 然後Eddie哥剛剛特別提到 這是氣氛燈 C柱上面同樣也有 對不對 所以你 你就會覺得現在這怎麼這麼特別 然後我前方一定就是有 讓你有梳妝鏡 化妝燈 對 這是肯定要有的 對 雙化妝鏡 哇 而且坐進來之後 你突然覺得 你看 這個頭部空間 它因為座椅可以傾倒的角度 非常的棒 所以你坐進來之後 可以感覺到是一種放鬆 享受 尊榮豪華 對 我覺得這個支撐點 就是讓你 就是後面可以收拾休息 對 其實是標準位置 已經很舒服了 對 那萬一 老闆們在這裡 有一些 呃 辦公需求呢 你知道他們都日理萬機 對 所以玄機還在中間這裡 對 艾迪科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逐層介紹 這是一個影音的配置 第一個上層可以置物 再來二層打開 這個是DVD機 可以連接你這個15寸的螢幕 就可以看DVD影片 對 但是當時DVD應該跟這個 所謂的CD機是分開的 所以就有六片CD裝主機 所以這個也就是年代感 對對對 好 我們看看那個年代 還有些什麼 下面呢 這個是放杯子的 就是水杯 可以兩個水杯在裡面 空間蠻大的 那 終於剛剛有提到 其實這是全卡蹦 對 然後再來是這邊 中央也是卡蹦的飾板 但是這個我們另外看到 卡蹦在設計上 它還有一個 第一個是置物 第一層 第二層打開 還有第二層 對 第二層打開 它當然也有一些 這是冰箱 這是個冰箱 這裡面已經放了三瓶水不止 對 它至少可以放個七八瓶以上 都沒有問題 小瓶水 對 這是一個冰箱 那旁邊為什麼需要有這個 來 讓我讓你為你服務 請拿開來 哈哈 這個就是配合內部 這個卡蹦的裝飾呢 它有一個小辦公桌 然後磁吸的 磁吸的嗎 磁吸的 所以要出一點力 我們要出一點力吧 這也是卡蹦 對 這也是卡蹦 所以搭配內裝的配置 就是一個卡蹦的桌板 磁吸式的 你知道這台車 就是我們接觸 然後一路這樣子 看到這裡 觀眾朋友會不會覺得 綜藝姐 你的聲音怎麼都這樣 有大驚小怪的感覺 不是的 因為這些東西 我說真的 有很多是我第一次 有機會能夠看到 對 沒錯 因為Mybar的數量 在國內非常少 那基本上媒體 借的機會也不多 因為我們也有試駕過 現在的Mybar 但是說真的 配置上不一樣 還不太一樣 對不對 整體我覺得就是 你想想看 在2006年左右 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配置 其實與現在的功能相近 只是現在換成LED 現在換成不同的材質 但是這個尊榮感 跟奢華感 確實是全部保留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是這個 luxury概念 在三大競爭當中 Mybar 便利 跟Laflice 其實是都有 各有所長 再加上 我們如果就看一下前作 因為當然這 肯定是後座買家的車 不過他在前方 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前方就是 基本上照賓士的設定 是 但是一樣 就中央大片的 這個 carbone的這些飾板 來 然後讓這個所謂的 應該說質感跟運動性上 這也可以選木的 所以其實Mybar 是一個定制型的車款 我看到還有這個 中央隔屏的 但是這個就是比較運動 我覺得比較喜歡這個 喜歡這個動感 喜歡動性能的這些買家 會喜歡這個carbone的組合 對 那他也有一些什麼模式之類 對不對 應該說他的這個 我們以往都是很多觸控 但他在這個中央 兵論箱附近 他會有非常多的按鈕選擇 比如說身高 還有一些模式的切換 那這就是很兵式的 兵論箱組合 或是動力組合 那這就是 應該說是一個高級車的雛形 從這邊開始 怎麼辦 我覺得有些車就是讓你 一進到車內坐上來之後 你就是不願意下車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往後開 好不好 謝謝Eddie哥 來我們繼續再往後來看一下 他還有哪些獨特之處呢 Eddie哥 其實我們在講說他的車型名稱的時候 這個57代表的是他的動力嗎 是他的車場 對 很多朋友會想說 為什麼是57呢 拿來5700引擎嗎 對啊 不是的 因為他是5米7的車場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對 這個車款有5500的排氣量 跟6.0的排氣量 那經過Brabas調教 這台是6300的排氣量 所以不一樣 但是車標外面還是維持住 賓士的車型標示 但左邊就改成Brabas品牌了 我們可以看到後方的一樣 中央標本來是三星標 現在變成Brabas logo 還有就是我講的這個鍍鉻 跟這所謂的連成一氣的尾燈 在2006就出現了 像這個鍍鉻件 加這個後面一體式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早就引領 高級車的潮流到後面 你們在講貫穿式 哎呀 可不可以往我這裡升啊 看一下 我早有這種設計的靈感了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這個行李箱 行李箱會很大嗎 真的深 對 這是豪華房車 其實行李箱就不會小 我覺得整個的這個空間 跟大概四組球具都沒問題 所以其實是一車四個人 都是老闆擠得作伴 去打球是很便利的 而且因為老闆桌後面 你不要想要做乙情島 好不好 絕對是隔得好好的 而且特別是你看 連這一塊都做多個 我都可以在這裡照鏡子 對對對 你看他多麼的明亮 有沒有 這裡 然後你看他雨傘自放的 是不是特別好 有條油椅 而且固定住 不會發出異音 其實這個讓我有一種 好像看到人家那種皇家或貴族 他們會講究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很多東西在細節上 他就是一個講究 這也是很多的買家們 他們想要突出的部分 是 來 謝謝Edy哥 地球王機械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體 輸出力道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七央行動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械邀您一起上線 這是